26. 太平洋日報 李空出盡 曾領其中樂觀經濟保三可期六港股指跌稅債問題改善 台股重回正貴金融業獲利將維持去年水準 2015年7月15日國內財經05記者葉建億台北報導 行政院金管會主委曾名中表示 國內外各大李空因素消除後,股市會慢慢回到正貴 政府意著手言以因應出口衰退問題 月股下半年可以回升 台灣今年的GDP有機會補3% 曾領中昨天下午參加台灣期貨交易所舉辦的 104年度金融有愛、食、食、蜜銀行捐贈儀式 會後接受媒體訪問時做以上表示 曾領中指出,六股和廣股者兩天已恢復正常 港股,六股昨天小跌,但會慢慢穩定下來 價的部分會輸解,短期內假設沒有重大國際金融利空 股市會回到正常軌道發展 至於前兩天台股下跌主要是第二季 GDP下滑,以及出口衰退13.9%所致 曾領其中認為,六股回跌和希臘債務問題會慢慢改善 台灣出口衰退正由國發會言以措施中 預計下半年出口可以回升 對於GDP補3%的議題 主計總處預估今年GDP成長率3.2% 部分外資評估認為補3%有困難 但它初步看是有機會補3% 近期各上市公市陸續公布前6個月營收合計約 新台幣13.9% 年增1.6% 曾領其中指出,營收成長的速度減緩 但不像整體出口衰退那麼大的幅度 抹壞到哪兒去 相對其他國家是穩健的 曾領其中對今年金融業獲利相當有信心 它說,基本上獲利可以維持去年程度 今年對銀行業有許多增提的準備 包括對大陸的保險 對不動產的保險都增提到放款的1.5% 獲利部分 初股銀行業可維持去年水準 售險和產險業獲利也相對穩定 其中售險業幻大幅增加 證券業會維持去年水準 今年整體金融業可維持去年標準 不會有問題,對於金管會13日宣布股市的停牌措施 它說,重大消息發布前停牌是每個先進國交易所都有的措施 證交所然以從明年元月15日實施 這項制度是有特定的、罪長不超過三天 且要申請經過證交所適準 不會有大量停牌的事情發生 垂直線 這樣一張 接著電話 感谢观看